馬路上騎機車正在停等紅綠燈 但仔細看地上白線一開始是乾淨的 不過這輛紅色大貨車車上流出不明物體 還掺雜著白色粉末 司機沒有下車查看 綠燈直接執行 後方有車輛閃過 但這個時候一台機車其實沒有注意 整個大雷殘滑倒在地上 當時看到是一台 然後後面接著好像三四台都一起裝在一起 地點發現在台南市健康路和大同路口 照示司機沒有發現車上漏油 一路延伸了200多公尺 害得20幾台機車摔車 父親店家趕緊出來先幫忙清理路面 那個只有閃避而已 因為那個我們連人再走就會滑了 機車就是只有閃避而已 因為時代太危險 熱心民眾幫忙用水和清潔劑 將路面清理乾淨 也拿出告示牌警示 避免有人再經過打滑受傷 因為前方自小客車緊急刹車 他也趕著刹車 所以導致他裡面破車裡的兩桶液體倒下 根據了解 司機車上載的是兩桶化妝品的原料 在往工廠途中發生漏油意外 害了不少歧視 因此雷殘 警方已經找到這名肇事司機 會對他做出開罰最高罰9000元 即將賴慣張潘映文台南報導